依持证鉴,倡导时修 智空禅师开始 如何看待冤亲债主? 有徒弟问 最近自己身边来了很多冤亲债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? 师父开始 我觉得这是你修得好的体现 你修得不好,他来做什么? 知道你跑不了 修得好,他就来跟你讨债了 有一个人欠了很多人钱 他一直穷也不去做工赚钱 所以,那些要债的人也不来 突然有一天他发财了 有钱了 这些要债的人就都来了 他们说,你最近有钱了 你就还我的钱吧 你总不能说 你平时也不来 怎么我一有钱你就来了 人家冤亲债主肯定说 当然你有钱才来 没钱,我来也没用嘛 对不对 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人家送他 你能说 我没用 你 有钱 我